今天要跟妈妈和外婆去日本玩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机场 然后等着登机 然后我在日本也买了超多的东西 按一年份买的 但是我还忘了买了很多东西 然后如果你想知道我都买了什么的话 可以去看我上一支视频 这支视频的尾部呢 我放了两个我从日本买回来的东西 其中一个它中国有一个版本 然后日本也有一个版本 但我觉得它们的内容物真的差了非常多 所以有些东西还是不要再填包的起点点买好 能出去买就出去买吧 好我们现在到了京都的酒店 我们住在京都的皇家丽家酒店 然后首先来一个简单的room tour 这就是卫生间 然后那个卫生间就现在是全部都是全自动的 所以根本不能动手冲满头 然后进来这边就是一个小小的长廊 然后旁边可以看到卧室 我觉得这个做的蛮好的 这就是很宽敞的东西 然后这是洗手台 这边全部都是京都立家酒店自己背的那些东西 还有漱口水 日本人真的对口腔健康很注重 然后这边是浴室 对于日本的酒店来说这个浴室蛮大的其实 这边是个门 然后先回去 这边进来就是我们的房间 然后有咖啡有水 然后三张床 它其实两张 然后旁边家里一张小的 我们今天就打算只在酒店旁边晃晃 然后现在就是往车站那边走 我妈妈跟外婆三个人一起来玩 这个就是车站下面的地下街 真的真的超级大 而且里面东西超级全 买什么都有 但就是它四通八达的那种 你很容易就迷路 然后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口进来 从哪口出去的 所以就是在这点上面一定要记住 自己是从哪个口进来的 如果你想从同一个口出去的话 因为外婆饿了 所以我们就随便走进来一个拉面 走进来之后才发现原来是一方堂 真的非常随便 因为有好多就是日本的吃的 就是外婆觉得它不是饭 所以就随便进了一个 但没想到 就早了半天吧 随便进了一个 然后竟然是一方堂 真的没有想到 它面真的蛮好吃的 汤也没有很咸 我会变成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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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浴室 然后浴室这边这个浴缸真的蛮深蛮大的 然后从浴室出来这边有一个门 这个推篮门其实就是你两边都可以去卫生间 就是不需要绕过别人的床 你只需要从你这边的床进去出去就好了 我睡在 现在妈妈躺在那个床上 然后所以我可以从那边走 这个门的话就最后有一点阻尼 它自己会慢慢关掉 但是我着急所以就用手直接关了 然后我们住的楼层向对来说还比较高 作非几天累坏了的 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个小的柜子可以给你挂衣服 然后这个门打开就是刚刚走廊里那两扇门其中一扇 现在是晚上出来找吃的 其实是来日本菜厅好多都只有日文的那种菜单没有图片的 所以点餐前麻烦一点 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餐厅里面有很多外国人做的 那直接进去吧 他们肯定有英文的菜单没关系的 然后点赞里面再来 下一个小的年计划 然后在这边 那边就是 我最后一眼看到 超小的际 压制才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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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